聊一下用刃时候的姿态 很多时候大家在用刃 在卡宾的时候 喜欢做一个向下压的动作 这个动作有什么问题呢 当我们向下压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失去外侧板的平衡 我们很容易把承受落在内侧腿上 其次呢 当压力大一点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通过一个向下的这样曲曲的一个动作 让外侧腿也弯曲 这都是我们在卡宾用刃的时候 不太想要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应该是一个什么感觉 我们感觉到是整个身体的内侧向上挺 整个身体内侧宽内侧肩向上挺 同时整个人向完内清洗 通过这样的姿态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保证一个比较好的外侧腿的平衡 外侧腿有伸直的 同时呢 因为整个内侧的身体向上挺 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比较自然的反攻 所以这样的姿态呢 就比较稳定 能帮助我们很有效的平衡在外侧腿上 所以大家在用刃的时候 咱们都尽量减少整个人向下 压的这个动作